台东布农族猎人王光露 2013年因为使用非制制猎枪狩猎 招判刑三年六个月定验 引发原住民狩猎文化和现有法治冲突的问题 司法院大法官决议将于3月9号 在宪法法庭进行延迟辩论 并且广邀个人、机关团体还有专家、学者 针对三大争点来提供意见 让猎人们说话 让猎人们说话 残送多年的王光露事件案 司法院22号发布新闻稿 确定将在3月9号宪法法庭进行延迟辩论 猎人王光露得知消息后 直呼终于能结束 漫长等待了 要等多久啊 我也是还在等啊 心理上都有压力啦 就是吃一点也会这样而已啊 我们也不是拿来买卖什么什么之类的 有的话大家一起分享 布农族猎人王光露在2013年 应使用非自制猎枪猎捕保育类动物 被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理条例 核野生动物保育法遭判刑三年六个月 应有违宪之余 2017年由核野庭法官居民申请示线 裁定停职判决 大法官决议在3月9号宪法法庭进行延迟辩论 并针对此案提出几项争点 包括宪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族狩猎文化权 环境生态及野生动物保育 如何与狩猎文化取得平衡 以及原住民列强使用规范调整的三大方向 广邀个人 机关团体及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对我们来讲 它不只是猎捕动物而已 那它其实也包含了我们的社会的伦理 还有山林的知识 然后也包含了文化的禁忌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一个工作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现在的法律它其实阻缺了我们这样子的 民族教育的传承 长期以来原住民族狩猎文化和国家法律 存在着冲突 这次王光路的事件案 不仅攸关着原住民族文化的永续 在传统文化跟司法尊严之间 如何取得平衡 也考验着台湾社会是否包容与尊重 谢谢夏家会 海端香报道